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7月16日 今天是星期二 繼續來到星期二的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最新的時事 今天也來到農曆年6月11日 我們繼續跟大家 揭露香港的時事 要從國際暫時飛回香港 我們這個星期也是有點忙的 而 國際 國際的時事當然 焦點就是在特朗普案件上 我們這段時間比較繁忙的原因 就是因為趁剛剛 是13日 悼念劉曉波的活動之後 有不少 是世界各地的 朋友過了來 所以我們抽了一些時間 去 跟大家見面 去討論 往後那個 整個中國大陸的局勢是發展的 因為我們確實相信 現在 香港跟中國大陸的位置剛剛互換 即是說 香港的民主運動 現在這一刻 應該是下沉 但是中國大陸正在升溫 大家真的不要忘記 中國大陸 的習近平政權 在全世界面前 好像變成了過街老鼠一樣 這個是過去三十幾年 即是由8964到現在 已經 你可以說是根本未試過發生的事情 所以 所以現在的時機和土壤 跟以前任何時刻 其實都不相同 好 我們這節也是要回來 跟大家說回香港的時事 只是交代一下我們 最近 比較繁忙 這一節要跟大家揭露 是叫做 Hong Kong Express 香港快運 香港快運 再爆了大件事 引起極大的爭議 那是甚麼事呢 話說 有 乘客 刻意付費 去選擇座位 大家應該知道 香港快運這些廉航 是不容許你選擇座位的 由於 他標榜是廉航 所以 如果你不是 特別付費的話 就算你是同一時間 下一家人 舉例 一家四口 是外郵 如果你不是付費選擇位的話 四個位 就會被 由航空公司分配 好了 廉航公司也說到明 就是 我們已經機票夠便宜了 所以如果你要選擇位 就要每一樣東西逐樣升級 情況類似廉航 是沒有飛機餐 但是你可以買東西吃 買東西吃當然要付錢是一樣 但是問題就來了 話說有乘客 是買了 香港快運的飛機票 好了 然後 懷疑自己的座位 是被其他 怪獸家長 直辭 他跟要小朋友 要一起坐 所以 把他付費 買回來的位置 搶走 當然 立即在網上引起熱意 我們繼續詳細探討之前請各位做好支持六部曲 記得香港的聽眾 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記得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再播放 再加手動點機 敬請 幫忙支持 在海外的聽眾 除了免費模式 記得訂閱Patreon支持我們 也請做好 支持六部曲 繼續看回這一宗香港快運的案件 由於你是付費簡位 正如剛才所說 就好像廉航不包飛機餐 大家幻想一下 廉航不包飛機餐 然後我付費 是可以買東西吃的 我付費買東西吃 然後 食物送到來了 然後禮手被另一個乘客搶了 說我小朋友肚餓啊 我要吃 那你說行不行呢 那當然是不行啦 所以 有很多人都覺得 跟搶有甚麼分別啊 人家給了錢啊 搶人的位置也可以 跟打劫有甚麼分別啊 其中一個最大爭議的地方 就是因為 買了位的人 是跟 攝氏那個所謂的家長 是要求拿個位 但是攝氏 霸佔別人的位的家長竟然 直辭 說跟 是小朋友 一起 所以 是拒絕換位的 好了 事件 後來有 客戶服務進入機艙 好了 跟著是跟已經付費的乘客溝通 說叫他回到香港 申請退款 而不是強制 將沒有付錢 但是霸佔了人家的位的人 成之欲罰 這件事就是令到 原本一件 不算非常複雜的事情 變得複雜的地方 就好像我剛才舉個例子 廉航現在是不包飛機餐的 你仍然可以付費點餐 我付完費點餐 好了 放到我把桌子上 甚至乎已經放了 旁邊的人說我肚餓我吃了 誰叫我沒有飛機餐 禮手 吃錯 你那個 桌面上的食物 如果 是用這個例子 當然 有機會 真的是搶劫案 又或者控告盜竊 為什麼會控告盜竊 我早前跟大家討論過 尤其是討論 劉細良案件的時候 跟大家討論過 盜竊罪裏面的元素 因為你將不屬於自己的財產 據為己有 所以 剛才講的例子是有機會變成盜竊罪的 甚至乎是搶劫罪 為什麼是搶劫呢 如果你 在拿那些食物的時候 是用武力 將它爭奪回來 這樣就變成搶劫 跟我們一般理解的搶劫是一樣的 就是你去搶人的手袋 對方反抗 然後你用更大的力量把他搶過來 這就不是盜竊了 這是搶劫 好了 這次的案件 叫做霸位案件 但是 位置 是要付費買回來的 跟你 買火車票 有劃位的 或者是 戲院 戲院是最明顯的 因為 你選擇位 很明顯你早點買 或者比貴一點 位置是不同的 就是說 不同的位置 是根本的價值不一樣的 所以霸佔了別人的權利 這件事的確是有搶劫的嫌疑 我當然還沒有做很詳細的法律調查 我不知道有沒有試過案件 是搶了別人的位置 是付費位來的 變成 是盜竊罪 本來這個案件 就是應該香港快運 要強制 搶奪別人位置 又不付費的人 是要調位 但是香港快運 是選擇 是息事寧人 而且要已經付費的人 付費簡位的人 是退款 你可以說得上 開了一個極壞的先例 原來就是可以 靠惡霸佔別人的位 而且人家已經付費的 正如我剛才所說 由於我已經付費簡位 某個程度上 那個位的權利 應該在我手上 沒有理由可以忽然之間被人褫奪 竟然這件事就這樣發生 所以 在網上當然掀起大量的輿論 覺得 航空公司 處理手法 極其大問題 不是說退錢就大了 這件事我同意的 繼續用餐廳的比喻 因為 放在你桌面 已經上菜 的食物差不多 你會不會 上錯了 你吃到一半 舉例 刀叉鞠牛扒 一半 上錯了 最多退回給你 然後整碟收走 這樣覺得 也可能未夠極端 再極端一點 你在咬的食物 跟你說 麻煩你把那裡拿出來 上錯了 你覺得可以嗎 確實現在情況 是有類似 的感覺在裡面 喂 我已經給了錢 徹底 完成了交易 那權利在我手上 整件事 是暗示了 其實原來這些航空公司 要你付費選擇位 原來你付了費之後 那個位竟然可以不屬於你 但是航空公司 就將它變成 是一個名目可以收費的 所以為甚麼這個矛頭 在香港快運 香港Express 的上面 是有原因的 而不是 純粹是在搶別人的位的人 搶別人的位的人 不用說了 一定 是錯 直接是用非法手段奪取他人座位 聽起來好像國安法那樣 這個也是 那麼多市民和網民覺得 是令人氣憤的地方來的 因為要懲罰 很明顯應該一定要懲罰霸佔他人座位 那個人 竟然是變了付費者 被懲罰 有人可能覺得我退錢給你 那你就沒有 損失 這個說法我就不同意了 跟你真的買電影戲票是一樣的 我特意預早買票 特意 可能比貴一點 買了最漂亮的座位 到了 你跟我說 我的位置沒有了 我退錢給你就算 我特意用了很多時間 是預早買票的 是不是 很明顯 我特意去買這個位置 就是因為這個位置是稀少的 而我願意早點付款 買了它下來 即是說我們的交易完成了 即是說我特意 早點買的原因 而且願意付費 就是希望 secure這個位置 你竟然 事後跟我說沒有了 就是原價給我 其實航空公司 絕對不是應該退款那麼簡單 絕對應該賠償 當然了 其實金額相當小 但是 就是因為金額小 竟然可以 在香港 這麼無恥 尤其是這些所謂怪獸家長 坦白說 以前搭廉航 搭香港快運 去日本旅行 我覺得最討厭的那件事 即是去日本旅行 其實就是在這些飛機上遇到 這些所謂的家長 香港的家長簡直是怪物來的 為甚麼這麼說呢 他們完全當正自己是特權階級的 完全 對身邊所有人視若無睹 坦白說 我也有這樣的朋友 所以這個是地圖炮 人人有份 好了 我們今節 和大家暫時講到這裏 敬請各位做好支持 緊守崗位 記得繼續運用 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好了 我們今節時間 和大家暫時討論到這裏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 Surfshark VPN 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 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道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和Disney Plus 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閒裝置 訂閱Surfshark 可以一家人用 多少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子 所以我們 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安金 大家當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